製造業的景氣低迷 勞動部公布的最新五星價 光是製造業就高達了4000人 我們就實際去詢問了是製造商 他們就坦言說 現在有同業 有光是訂單就減少了三成 甚至有一些比較小型的工廠 都已經被迫倒閉了 金屬原料放上去 專業機器一刀一刀下去做切削 再精密的樣本都能客製化製造 但現在製造業景氣低迷 從出貨的數量就能看出端倪 我們現在這邊所看到的金屬加工成品 其實都是要出貨給上游廠商 而在以前忘記的時候 其實這邊都是堆了 大概兩到三成這麼的高 而其實不只如此 甚至就連旁邊這一塊 也都是堆滿貨物的狀況 像我們的話比較還好 我們差不多在5%左右 可是如果以外面同業的來講 有的甚至到訂單減少30%的都有 像這間工廠影響不大 但也坦言之前這段時間 是需要24小時人班製造 現在頂多員工們加班幾小時就可以 不過反觀其他同業就沒這麼幸運 聽我們供應商下游供應商 其實他們都聊天會講 有些其實都有在放輪修 不然就是沒有加班 甚至有些都是直接 可能公司直接有的倒閉的也有 勞動部最新公布的無薪價數據就顯示 製造業高達223加4000人被迫放假 中端需求看不到恢復 商油廠持續從供給面做庫存的調整 加上現在建材人力成本都在高檔 對沒有溢價花語權的中小型企業來說 恐怕會陷入資金鍛鍊的危機 存貨的攀升其實最主要是來自國際的需求 持續的一個緊縮還有一些通膨的壓力 所以包括看減產 減少資本支出 跟上游去協調 比如說賠償一些違約金等等 或者是把這些存貨往供應商去堆積 目前整體製造業還在庫存調整階段 專家看三大質溫指標 升息中國疫情通膨環界 否則未來景氣恐怕指示會越來越保守 東三新聞 劉子騰 副一文新北報導 看滿不亂 趕快來按讚 東三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三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